说不来你们可能不信 我被怕尼玛绑架了 就是数字马戏团小丑 据说他听觉受觉动觉 都十分的敏感和利索 想逃出去并不容易 不过我小遗憾也不赖 妥妥的解密大神 解密的第一要领 就是要有多动症 到处摸摸就对了 你看就在水壶上面找到钥匙了 有了钥匙就可以逃出第一间房间了 他来了 好是跑过他的得躲起来 嘿正好这里有扇门呢 躲进去就能够隔绝小丑的仇恨了 像我这种不安分的人 肯定得好好地调起小丑 来呀来呀来抓我呀 我就在你的后面蹦迪 你在前面上吊吗 来呀来呀 俗话说啊 老虎的屁股摸不得 我偏要 你成功吸引我了 你这辈子都别想逃出来 嚣张的话 我家小伙妹总说 还不是被啪啪打脸 我要吊个来调戏你 打我呀 满足你的要求 哎呀我去 可这么远都能打到我啊 不仅如此哦 还能够隔绝铁杂栏打死我 这小丑能力真的有点离谱耶 继续来玩呀 哼 不闹了不闹的 我还叫老老实实地逃出去 先把他吸引过来 利用山栏阻挡 给快速地跑起来 稍微慢一秒都要完蛋 小心触电哦 看来还需要一样道具帮忙 哎呀 停顿一下又被吹上来了 又得重来 哦 原来在躲避房上面也就有箱子 有一个绝缘手套 这样子就可以用来打开门 看来小丑也不过如此嘛 拆过两个房间 好鞋子后头呢 熟悉的小丑又来了 不过这个房间 可活动区还是挺大的 跑起来还是相当的顺畅 先溜到他几圈 半路顺手就把门给打开 我去啊 怎么突然来到我面前啊 不慌不慌 反向来跑 嘿嘿 却拿跟不上 轻轻松松地溜出第三个房间 他就在你身后 快跑 不要回头 回头看看我呀 哼 这小丑跑得比我们都快 肯定不能回头的 小丑挂掉了 想必一关的小丑 不能走出下一关的门 那我就安心了 继续上楼 来到第五个房间 熟悉乌气麻黑的 这下还有蹲合站立 这里还有个圆圈 不知道干嘛用的 左右两边还有两扇门 奇怪 这怎么没有小丑守护呢 难道是用这个手指 召唤出来的 要是这样的话 妈呀 赶紧跑回去 好家伙还真没有猜对了 结果那钥匙肯定在小丑身上 应该就是引到红圈这里的 他好像被卡住了耶 哟 这都卡得过来 不慌不慌 他走不过下一关的 啊 怎么能够突破下一关啊 规则有我定 我想怎样就怎样 不慌 超妙的 刚刚他没碰到红圈 看来我们需要蹲下 把他吸引到红圈区域才行 我去啊 他这一加速过来 吓得过一击 还好有惊无险 小丑挂掉了 掉落了撬滚 继续下一间房间 找到了炸药 并炸开了通道 糟了糟了 这次小丑非常的敏感 立马就发现我了 要完了 诶 这也有逃生门 关了门 这小丑的仇恨值就没了耶 嘿 这小丑还出血 哼 这是天助我也呀 这边还有个箱子 第一个箱子就找到炸弹了 炸开通道 把通道的碎石挪开 就可以逃出去了